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已经搜集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些问题都整理出来 我就一个一个来回答 首先第一个呢我跟我的老公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呢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那我跟我老公是我们通过社团认识的 就是那个社团呢是在全北京很多大学都有的一个做海外志愿者的一个社团 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社团他要办一个北京地区的一个大型的会议 然后我的老公跟我以前的学长都是负责这个活动的 然后当时呢我们就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就认识了 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 他穿了一个Nike的绿色的运动鞋 然后呢穿了一件简单的T恤 然后下面穿了一个短裤 然后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就是看起来还挺清爽的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瘦的人你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比较胖 我就对瘦的人有一种偏爱我也不懂为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哎他好像还就是蛮符合我的理想型的那种 但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朋友就是也就是认识一下并没有想着说要发展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就好像特别聊的来 然后聊聊聊聊了十天我们就在一起了 就这个真的是挺搞笑的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挺信一见钟情 就我觉得我看人的眼光还是蛮准的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时候可能不太确定可以发私信问一下我 就觉得怎么样这样子 然后呢我老公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方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他家里人也特别有意思 当时他的爸爸就跟他讲说不要让女孩子花太多的钱 然后就立刻给他开了一张信用卡 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才就是我大一然后他大二 其实年纪还挺小的 然后父母就会这样子去跟你的小孩讲说 嗯不要让女孩子那边花这么多的钱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还满受感动 我就觉得他父母应该也是非常非常nice的那种人 再加上我老公是那种就是脾气很好 我们俩在一起六年 我觉得怎么样也看透一个人了吧 他真的就是只发过一次脾气 就那一次真的是我有一点无理取闹 然后弄得他有一点不爽 然后他就生气了 但是其实除了这一次之外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气 然后他都会安慰我 而且会就是主动跟我认错 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就他错 有时候可能我自己性子太急 但是他真的是很能包容我 我记得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在美国领了证之后 然后有一天我还是吵架了 然后吵完架之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其实我们结婚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算让了你很多 我当时心里想哪有让我呀 分明就是我改变了很多 因为我其实以前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 然后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性子比较缓 就没有那么容易挤性子 阿真的是那种办事非常妥贴 很靠谱非常理性的那种人 他不太会容易感情用事 就是很多东西他会提前想好 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就是真的非常影响我的地方 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走一步看一步 我不会提前做打算的那种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就受他还蛮大影响了 就是变得比较上进 我感觉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好久 然后第二个呢是 我的老公是怎么样让我变得更优秀 他影响我很多地方真的就是在这个上进心上面 我觉得我以前就是那种比较浮躁 然后进不下心来的那种人 然后现在真的变得比较就是能沉稳下来做一些事情 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异地恋异国恋的时候 是怎么样来保持感情 怎么样才能走到最后 那首先第一个是怎么样保持感情 我觉得本身因为我跟我的老婆 我们两个的性格都是那种比较独立的 就是我们很需要自己个人空间 我们两个都不是那种特别黏人的性格 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会比较热络 但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 我们就是回归了自己的生活之后 真的就是每天除了定点会去跟对方联系 像我们以前我在就是本歌的时候 我们每天就是定好时间中午12点 我们一定会视频 而且每一次视频我都会截图下来保存 重点是我们两个很信任对方 我们是那种就还蛮奇葩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从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就是认定对方说 我想要跟这个人结婚 当时我家里还特别反对 就觉得说哎呀你们大学的时候谈恋爱 肯定很容易就分手我妈当时还给我发了一个 就是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标题名到现在都记得 叫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学生 到了大四毕业都会分手 我当时想啊 而且那个文章你知道特别特别的长 我妈当时就是一直要逼我跟我的老公分手 我那时候真的有点想不明白 可能就我爸妈觉得就是你那么早就谈恋爱 其实不太好会影响我自己以后的人生的很多决定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搞笑 然后后来呢就是怎么说 反正我们两个就真的是感情非常非常稳定 然后也就一直这样子在一起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走到最后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自己从跟我的老公在一起之后 我真的就是避免了很多跟异性接触的那种活动 就是除了身边真的非常好的朋友 我已经就是很少去参加太多的活动 然后我当时放眼望去 我觉得就是我的老公 真的是我身为身边认识的男生里面最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 就是想要跟他结婚 也没有再考虑过其他的人实话实说 其实这个也回答 接下来的这个第四个问题 怎么确定是要结婚的这个人 首先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非常的稳定 然后呢其次是我觉得 就是在我们目前这个生活圈子里来讲 我觉得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家庭背景 还是我们的学历和教育背景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对事和对人的一些 就是观点 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三观其实还蛮一致的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合适的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选择结婚 第五个呢是怎么样兼顾学习和爱情 其实我前面也讲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 所以就是也不太存在说兼顾学习和爱情 因为我本身异地恋嘛最开始 我以前在昌平 然后呢他是在就是市区 然后当时我们每周就大概是见一次 然后到期末的时候可能就是两三周才会见一次 所以其实平时大多数我在学校的时间 我就真的就是还是认认真真学习 然后参加我自己的那些社团活动 也只有周末才会跟他见面 不会说见得非常频繁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爱情可能没有太影响我的学习 反而是因为他很爱学习 他就会跟我讲说啊 你要去多看点书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 所以就还蛮影响我的 我反而是学习进步了很多 而且你知道我妈到现在都跟我讲 她说如果不是你老公 你可能都考不上清华 What 我当时觉得我妈非常夸张 但是后来想一想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好这个也不是重点了 然后呢接着是第六个问题 怎么样来处理吵架和怎么样去和好 人在吵架的时候很容易说出一些气话 所以呢我们两个就约法三章说 首先第一个一定不可以跟对方说分手或离婚 这种非常敏感的字 第二个呢是我们两个无论是谁 闹脾气然后吵架的话 一定是男方先道歉 这个是已经约法三章说过的 然后第三点呢是 吵架的时候男方不是会跟女方道歉吗 一定要抱住对方 然后你可以不说话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 你跟对方吵架的时候 你其实当下不是多么生气 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你觉得他不理解你 这个时候其实解释的再多越解释越错 说的越多错的越多 还不如就是一个抱或者一个吻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女生有点缩嘛 容易要发脾气或什么 就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像要引起这个男生的注意力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真的不用说太多 你就是抱着对方不说话 然后慢慢慢慢冷静一下想想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基本上问题都能够解决 第七个呢是有人问说婚恋观如何在一段感情中保持自我 我自己的婚恋观呢是女生 无论你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都是要有你自己的经济来源 不一定说要真的是去做一份工作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经济来源 哪怕是你家里人就比如说给你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属于你 你可以把它放租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只要你有经济来源 我觉得首先你在这个家 你是能够抬得起头 你是有话语权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的一些朋友 其实也能够看得到就是 如果女生没有收入的话 在这个家是很难有话语权的 就是你的很多决定是不被认可的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你又不赚钱 就是还来提意见就这种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女生一定要就是经济独立 才能够保证你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有一个 就是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权利 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不要因为说我谈了恋爱或者说我结了婚 就放弃掉很多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这样子的话以后你有可能就是 在你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怪罪你的老公说 啊都是因为跟你结婚啊 什么什么怎么样 然后我又不能去做这个 又不能去做那个 我觉得不能这么想 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你自己选择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追求 不要去因为婚姻或者说爱情 而放弃你自己很多东西 当然我觉得也是要适当的取舍 因为毕竟你结婚了嘛 成了一个家庭 需要对这个家投入的更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方自己去商量了 然后还有我在婚恋馆 我觉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家务一定要一起做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西晚的一个人 我可以做饭然后或者说做家里的其他的一些家务 但是我真的非常讨厌西晚 所以我在结婚之前我就跟我的老公说 我说我们两个在一起 只要我做饭那你就要西晚 或者你做饭我西晚 就是我不希望这个家里的所有家务事 都是由我这一个女生一个人来承担 我觉得这个家是我们两个人的 就是这些家务事我们两个需要共同去承担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 而且也比较有利于我们的感情 然后结婚之后的男女收入 这个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前就已经说到 就是说好了 就是我赚的钱是我的 他赚的钱也是我的 耶 就是这个是我们在结婚之前就已经说好了 然后他也认可 因为他觉得女生就是应该要备受照顾一点嘛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赚的钱是我的 我也是会往这个家里花 然后第九个是我们平时怎么样联系 那因为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异果的一个状态 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 就很多人都想啊你们结婚了 你们不办婚礼什么 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是异国之类这种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还在国内读书 平时一般就是视频聊天 然后偶尔发发信息 但其实我们每天聊天的时间比较少 因为我们在一起 就是现在感情比较稳定嘛 我们就不会像刚刚热恋的时候 每天可能就是疯狂的聊十个小时的那种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我们以前刚才在一起真的非常夸张 就是那种热恋期感觉很新鲜 就你认识的这个人就想从头到脚 就是把他每一个地方都了解 非常清楚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有人问我说是怎么样保持新鲜感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首先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都异国嘛 然后保持新鲜感的方式就是隔三差五的见一面 就是小别圣心欢这种感觉 因为很长时间不见 然后突然见一下呢 会觉得就是好像 就是很新鲜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说 好像又认识了一个新的人 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 就这种感觉 我们两个其实是不爱过节的人 除了我们的生日会过之外 我们一年四季可能真的不过太多的节日 刚开始的时候会准备一些什么小惊喜之类那种 现在好像我也变得比较懒 我以前很爱给他准备小惊喜 但是现在也会吧 可能因为结婚之后心态就变得比较老 但是我觉得就还是会有一些小惊喜 不然就是真的还挺老夫老妻的 搞不好就七年之痒你知道吗 明年就是七年 觉得还挺可怕的 就是还时间过来蛮快的 平时聊什么 那我们平时就是聊聊生活琐事啊 然后聊聊就是家里啊 学校的一些发生的事情 然后聊一些就是就生活中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吧 是比较善于观察生活那种人 所以呢我们经常就会聊聊政治啊 然后聊聊一些我们最近看的综艺节目啊 然后聊一聊就是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像之前世界杯然后我们也聊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创造引力 杨超越也是我们聊天的一个话题 就还挺搞笑 我们什么都会聊一点这样子 然后关于谈恋爱是怎么看呢 我个人呢是觉得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我其实是不反对你在大学有时候谈恋爱的 我觉得我相对我父母来讲还是比较开明 就是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 我外公外婆都没有说什么 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就是就还挺反对的 然后那我是觉得只要这个谈恋爱 不要影响到你的学习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讲 学识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学习还是一定要把它放在第一位 然后还有就是谈恋爱这个东西呢 我其实觉得在大学的时候谈挺好的 因为大学的时候大家比较单纯 就是不会像社会 进入社会之后这么的功利 很多东西就是向钱 金钱的钱 向钱看齐 很多人就是到了社会之后 他就会考量一个男生 首先是看他的家境 就可能不再是那么单纯的说 我真的因为爱情而去喜欢一个人 这个时候你可能很多时候 你发现不到人家身上的一些闪光点 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 两个人谈恋爱 就大学有时候谈的话 会比较单纯比较简单 我记得我老公的他妈跟我讲说 结婚前呢 就要睁大你的双眼看清楚 然后结婚之后呢 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我是特别不能容忍出轨 这个事情的 就触到我的底线了 我觉得如果我这一次原谅了你的话 我觉得你还会有下一次 你会觉得说我只要求一下你 你就能够原谅我 那我下一次大不了 我就求久一点 我跪着求 然后我求到你家里 我就能把你求回来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是一个不能容忍出轨的人 最后一个是关于成家立业 选择先成家还是先立业 那对于我们来讲 现在就很明显 我们就是先成家再立业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比较久了嘛 然后考虑到以后就是 要去美国生活 所以呢 我们当时结婚比较早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为了以后就做打算 希望呢我的这些想法和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爱情故事和建议 能够帮助到大家 也算是栖息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小视频吧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样子的视频 如果喜欢呢 记得点赞 投币转发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希望你们天天都开心